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用 今天呢我们要来实做这辗转相处法 求最大公因数 在第一部分我们要实做的呢 就是用表科区 帮我们自动算这辗转相处法 在做在制作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辗转相处法怎么用的 一开始先将AB两个数字 输入在CE跟D 接下来呢 72减掉42的一倍 这变成30 好那下一步呢 我们再用什么 42减掉30的一倍变成12 那接着呢 30要再减掉12 但是30是12的两倍 所以30减掉12乘2就得到6 最后呢 12减掉两个6就得到0 得到0之后呢 就表示前面这一个 是我们的最大公因数 换个数字再来看一下 像现在72跟26 一开始呢72呢 就是26的两倍 然后再余20 减掉20剩下6 那20减掉三个6剩下2 最后6是3倍 变成整除0 就找到最大公因数2 那就让我们回到经典版的视窗来制作 首先我们先开启这个检视 代数区今天不用使用 但是呢 把视算表区叫出来 指定列呢 也可以叫出来 等一下有一些长指令要输入 一开始先将视窗适当的缩放 所以最好呢 让这 最好让这一小格代表是一格 好那现在目前的显示的范围 待会拖拉之后呢 差不多就到70到这个45之间 所以我们先见这个数值滑杆 我A呢 让它是什么 让它从30到这个90 增量是1 对 那V的话呢 这高度呢 就尽量不要让它超过40 所以V我这边呢 就是10 OK 好那最多这边到40 增量是1 按一个确定 我们把A呢 填在这里 V填在这边 好那左边呢 是我们为了做记录 这是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 好我们应该用个五排呢 现在数字0到100 我们应该用个五排就够用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做辗转相除了 我先检查A是V的几遍 先除法呢 我们要取得整数的部分 就等于Flow 然后呢 这边是C1 除掉这个D1 对 63除43 商是4 接下来呢 这里要输入余数 输入余数呢 我们就等于什么 MOD 然后这边呢 C1 豆点什么 D1 再刮起来 诶 这样的余数就出现了 好 那下一个呢 我们把这两行 我们 这个 这个放商的部分 我们把它上个颜色 好 这边上个橘色 那这边上个粉红色 好 那接下来呢 依然的部分就是什么 诶 用13除11的商 所以等于什么呢 等于Flow 然后呢 对 就是D1 除掉什么呢 C2 好 再输入 对 好 那接下来这个就是等于 MOD D1 豆点 旁边这个C2 再圆瓜 这样子就得到2 接着呢 再将公式往下拖拉 公式往下拖拉 好 这两个的公式呢 也一样往下拖拉 好 例如说现在66 对 例如现在A是66 那B的话呢 让它是这个14 对 那这边呢 可以再开 这边可以再调整其他数字 再做一些观察 对 你可以把66呢 再变大 所以现在72呢 72跟25的最大公运数就是1 好 那我们这边可以拉动 72跟24 刚好最大公运数是24 所以做一处 做一次就得到0 就结束 好 所以用表格区 实践斩转向数法 有没有觉得很简单呢 那完成这些数字之后 我们就要利用它 来绘制正方形 那正方形的坐标 该如何设定 这就是这节 最有挑战的部分哦